剛剛大家基本的會了之後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怎麼樣增加簡報的路徑 或者要刪除 甚至你要做調整 那我們來看一下左上角這個區塊 比如說你看左上角 你看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這樣的東西 這個就是增加或增加的部分 也就是平常我們在PowerPoint 各位都很熟悉下面這一塊 對不對 就一張一張的投影片 其實在這裡反正你要把它叫做投影片 我也不反對 只是它的預設不叫做這樣子而已 那調整更不用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是我的開頭 我的開頭 那第二頁就進到這裡來了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覺得中間 我還想要加一個 你看一下它有幾種頁面的類型 總共我們要發現有四種 對不對 有四種 那前面這三種 他們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會有一個框框 不管是圓的方的還是怎麼樣 像這個所謂的中瓜號有沒有 都會有一個範圍在那裡 那比較常用的其實是哪一個 不可見真 蛤 少一個字嘛 不可見真章 哈哈哈哈 就是希望你不要看到它的邊界 因為如果你有看到邊界 就是好像貼狗皮藥膏一個一個嘛 那你要用這樣我也不反對 那看你的情形 可是大部分比較常見 我比較常用還是不可見真 也就是說它真實上是有個範圍沒有錯 可是我們在看簡報的時候 不會有那個框框跑出來 這樣的話就可以跟我的什麼 背景可以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在這裡 或者我在外面一點也沒關係 你可以用滾輪往後退一點 你仔細挑看你要放哪邊 好我就從這邊先按一下 它有沒有問你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範本 對不對哪一種的 假設我都不要 我就用這一種的 完全空白的 有沒有它就自動幫你挑一個位置在那邊 對不對 那你往後退一點點 往後退一點點 有沒有發現這個點過來 欸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好像有個號碼在這裡 你來對應這邊 知道為什麼那個有號碼了嗎 第三頁嘛 今天如果我把它往上或往後退 你往後退一點點 有沒有發現這個數字不一樣 這樣應該就看得懂了齁 好那今天這個位置有沒有規定一定要在這邊 沒有 你不喜歡這位置你就自己來吧 點到它 看你要移到哪裡去 它只是先預設給你一個位置而已 有沒有 你可以移動它 或者你要放大縮小都可以 就看你想要擺在哪裡 好那假設我想要擺在這邊 比較有 甚至一點 你把你的內容放進來 你點到它它會往裡面進有沒有 你點別的反正就出來了嘛 那我們用Focus在這種心字圖式的齁 比較要注意一下就是 你不一定要硬撐 就是我一定要自己縮放到那裡 記得左手邊很好用 因為你點到哪就到哪 對不對 你不用在那邊移來移去 有時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放在哪裡 所以知道是最好 不知道迷路了就找左手邊 好就找左手邊 那你這樣進來 我把東西丟在裡面的時候 不管是文字還是圖形 比如說你看我加一個 剛剛有加過這個對不對 好 這邊放進來 然後呢 你再加一點其他的 我先加一點基本形狀 從這邊放一下 這樣進來了 那你往後看喔 你如果說我這個位置 因為這是一個頁面嘛 你要移動它的時候 請你往後滾輪往後退一點點 我點到這個框 只要在我這個框框裡面 有沒有發現一起移動 這樣你了解了嗎 因為你放在這裡面了 今天如果你是放在旁邊 就不一樣喔 有沒有 有沒有跑出去外面 這個時候他就認為 你不是我們家的喔 這樣你了解了吧 好所以如果你是放在外面了 變成你就只好怎麼樣 按右鍵框選起來 這樣去選 按右鍵 按右鍵拖一 框選起來 你也可以用這樣方式 去選到你所有的物件 可是我比較鼓勵各位就是 剛開始你用的時候 最好是都是放在框框裡面 因為這樣子我要移動 要管理 是不是變得比較容易 我比較不會露實掉 我比較不會露實掉 這是你在用這個頁面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所以這個 那既然會增加 應該就會減少了嘛 給他插插下去就好了 對不對 那相對的 如果你還有需要 像這邊有沒有 錄音啊 幹嘛的 這個基本上 應該大家用到機會比較少 所以這個我就先不講 那麼 現在會增加 剛剛這四種之外 還有一個沒用到你知道嗎 你不覺得 有一台照相機在這裡嗎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東西 來我們先看一下 剛剛這個 你看喔 如果我今天在這邊 你看這個頁面可不可以旋轉 可以對不對 請問到我在看這個頁面的時候 會是什麼方向 蛤 你要看的要這樣 喔那參加你的這個發表會很難耶 因為脖子會扭到啊 一下歪這邊 一下歪這邊 所以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來點到他 這支首頁 再點一下 他管你怎麼樣 我就是變正的有沒有 雖然你剛好旋轉 可是我在看的時候 我要幫你 他是鏡頭在那個過程會翻 可是過來之後是不是變正的 這樣了解 所以 就是像這樣子 但是呢 有些人就是比較高拐 就是覺得要讓 看個人 脖子歪一點點 你沒有發現 有些時候去看畫展 人家就喜歡畫歪歪的 有些設計他就不是要那麼正 那怎麼辦 找到他 我們剛剛是在 這裡嘛 你看 有時候會迷路有沒有 往後退 先點到他再往後退 是不是找到了 假設你就覺得 嗯 來我先點到他 我先轉回來 這樣 我現在是不是會變這樣看 對不對 好 那今天啊 我就覺得 我就一定要他 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是有這麼樣歪歪的 不要再自動幫我轉正了 怎麼辦 照相機拿出來 你怎麼樣 就給你拍下來 就照你的 你看喔 我先看這一張 我再跳這一張 有沒有就照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 可能在設計上的需求 我覺得 稍微有一個角度 是你所需要的 或是我要跨 比如說我可能跨兩張三張投影片嘛 這個時候你就用拍照的 你就可以抓到那個範圍 因為原本我們這種 是不是一定在他那個 所謂的 不管是可見證不可見證 那個框框範圍裡面 可是我今天要兩個三個合在一起 就好像兩頁三頁簡報 我要同時呈現 可不可以像這樣合併 可以 我就 比如說我覺得 這個區塊 好 我把它移動一點點 在這邊 拖過來一點 後退一點 我覺得這個區塊是我所需要的 我就來這邊拍一個照 有沒有就把這個區塊抓下來了 好 那你就不用擔心說 我一次只能看一頁 還是一次只能看兩頁 反正你要看的範圍 我就幫你抓好 進來就是在這裡 這樣了解 好 所以還給您囉